我們在現場見到宋康浩 康石影帝會不會立刻心心眼很開心 你會不會開心 很開心 我第一次見到他真人 他很可愛 我是開心的 但內心要穩重一點 因為明天要主持一個大師班 我就不可以太表露我興奮的感覺 我要很認真地對待明天的活動 有機會集合我們嗎 集合了是不是 我們拍了照片 剛剛排隊拍的 很開心 對 他還搭著我們肩膀 我們很開心 會不會有機會明天同學 中學會有一點交流 明天同學 會啊 因為我們有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有很多現場觀眾會來 還有一些學生 他都很興奮 都跟他講明天會有很多人 我覺得他是一個令人有信心的人 因為他也有一點鼓勵我 我希望明天會很順利 會不會有什麼 我想問他 他在身上學習 你有沒有問題想問他 我想知道為什麼他可以 這麼有型 走出來這麼有型 希望我遲些都可以做到 我覺得你可以的 我也有很多問題想問他 但就留下明天吧 如果不是問完 我怕他明天覺得悶了 回答的時候 又來 又來問這些 另外也要恭喜中信 知道提名之後 現在的心情平復你 我個人都很平靜 知道的時候都很平靜 所以就沒有大喜大獵 不過一直都保持平靜地開心 而且覺得很幸運 朋友 家人那些 會不會都很開心 大家都很開心 很感謝 現在已經是開始 可能未來的順利 可能都會做些準備 都有的 準備 準備 準備的心情 因為始終是一個很大型的活動 所以希望到時不要太震驚 看到這麼隆重的場合 會選擇什麼風格的衣服 還未知 還未知 這個就是緊張和緊迫的其中一個 你現在多少信心 多少信心獲獎 100%除以5 就20%的信心 跟大家一起共享這個過程 因為我都馬上訊息了余香瑩小姐 我說我們一起去 太好了 那我就會黏著她 你喜歡你發問 當然是女生的 你有沒有這個事 我也會的 但是 好像剛剛那樣 我不可以太興奮 表露了自己想集遊的心 你自己想集遊的心 有誰是 我自己很想看到遠驚天的 眼神一點 嗨 遠驚天 到時候再說吧 嗨 蝦園英天的國語 不就是要抑壓這些心情 現在紅了就算了 黑冰會不會期望有一天 你在電影上的職職得到獎項 提到你的抑鬱 如果有就當然更好 希望你現在有機會 你自己想挑戰什麼角色 去強化的機會 我自己是比較 我近年是傾向欺凌者 和被欺凌的角色 你想做誰多一點 我覺得 我兩個都會想試一下 我覺得近年真的比較有興趣 欺凌人和被欺凌 危險的問題 拜拜 换夢 哇 這一段 你看 這位 是 給你 來 感谢观看